OK 在我们的这边里面呢 我们要学习的东西是属于什么 Camp Let us to continue 等一下 Hello 我不知道我在九州等一下 没有空 OK Camp OK来 Camp 所以今天呢我们会进入的就是说 Human Nervous System 也就是说我们最主要我们要学习的是 神经系统了 所以通常在我们的神经系统里面呢 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两个种类了 OK 两个种类 一个呢我们称它为什么 Central Nervous System 一个呢我们称它为什么 我们称它为Pari-Pari-Nervous System了 OK 所以你可以看你的地面呢 它讲什么 Human Nervous System A system in the human body which function as a control system in the body coordination to control the coordinate all function of the organ in the body 所以你看啊 就好像我们有神经线 所以我们所做的东西都会通过神经线 进入我们的哪里 我们的心脏啊 我们的头脑 然后从我们的头脑表达出来了 我们所需要做的东西了 OK 第二个 that work together with the endocrine system OK 什么意思叫endocrine system呢 endocrine system所指的是内分泌系统 内分泌系统所指的是什么 我们所谓的 我们所谓的 啊 荷尔蒙啦 内分泌系统所指的是荷尔蒙 也就是说英文叫hormone 就好像你看啊 一个男生 当你男生长大的时候呢 你会有什么 你的睾丸会释放出一种荷尔蒙 叫hormone castrozen 对不对 所以这个睾丸释放出hormone castrozen呢 会制造出sperm啦 然后女生呢 会有hormone progesterone hormone castrozen 会制造出卵子 所以也就是说 到女子发育的时候呢 她会来业精 其实谁在搞怪 也就是说 人体的荷尔蒙在搞怪啦 然后你可以看得到 为什么MLC的学生呢 有些长到矮矮的 有些长到高高的 其实矮和高 是不是有关系到荷尔蒙呢 其实矮和高 也是有关系到荷尔蒙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头脑叫master grain 或者是叫petitally grain 这头脑呢 它会释放出一种hormone 叫grow hormone 也就是说 成长的荷尔蒙 假如它释放出 太多的成长的荷尔蒙 对不对 你就会长得高到 像姚明这样 知道谁是姚明吗 姚明是做什么的 good 中国打篮球的 对不对 它差不多是 240cm的人 对不对 对啦 OK 他自己是差不多240cm的人 所以也就是说 假如以儒恩的高度来讲呢 最少儒恩都要 两个半才能 等于姚明的高度了 OK 儒恩你是多高 140多啊 这样你差不多要 两个 一个 又四分之三 你才能kiss得到姚明了 OK 所以这个就说grow hormone 假如grow hormone 释放多的话呢 它就会给你 长得太高 grow hormone 释放少的话呢 你就会变成 小矮人了 OK 所以有时候 能长高 能找矮呢 其实就是你的头脑 所释放出的荷尔蒙了 然后不止头脑 会释放出荷尔蒙 我们的肾 也就是说 我们的kidney 对不对 我们的kidney 有一种荷尔蒙 能使到你紧张 就好像 假如我有一天 我放出我的 很凶的狼狗出来 你一看到狼狗 在飞你的话 你会怎样 你的心跳会加速 OK 然后你会怕 其实就是 你的荷尔蒙在搞鬼了 OK 所以这些 我们要知道的 所以从这边呢 它可以讲 to maintain the balance and the stability of the internal environment in the body through the process of the hormeo stasis 所以这些 我们要知道的 OK 来 在我们的这个structure里面呢 我们今天来看呢 刚才我讲 人类的神经系统 可以分成两大种类 对不对 第一个种类 highlight central nervous system 每年考试objective呢 你的老师都会问你 请问central nervous system 有哪一个鬼类 对 记得 central nervous system 有两个鬼类 一个叫brain 一个叫spinal cord 知道什么叫spinal cord吗 brain是我们的头脑 spinal cord呢 就是你的后面脊椎骨 那条的神经线 OK 所以我们的脊椎骨 这条呢 它含有很多神经线 OK 所以我们的头脑 我们会有分成三个部分 一 cellar blum 什么意思叫cellar blum呢 OK 你看啊 OK 在我们的这边呢 你们看一看 在我们的这边呢 Let's say这个是我的头脑 我的头 我的头呢 通常我会有分成 上面白色的部分 这边呢 下面又有另外一个部分 然后这边呢 又有另外一个部分了 所以通常 我们会有三个部分了 第一个部分 这个叫sterebral blum 所以这sterebral blum呢 是控制你的记忆力 观察能力 听觉能力 OK 所以这个呢 假如你的这个白色的地方 就好像豆腐这样 不小心某某一个地方 受伤 对不对 Let's say刚好是刺痛到 控制眼睛的地方 你就会失明了 假如控制到你的听觉的地方 你就听不到了 明白吗 所以这个就是sterebral blum 然后这个呢 我们的后脑 后脑是指这边 所以我每次跟学生讲 你们要玩 所以玩 不要打这个地方 OK 这个叫sterebral blum 所以这个sterebral blum呢 最主要是什么 balancing body 其中一个 假如你的这个后脑一受伤 请问你还能走路走到 像我这样潇洒的 这样走吗 能吗 180%不能 你只能走路的时候呢 就好像什么 吴文刚才喝了 喝了呆格了 这样打醉前 这样走路 对吧 东摆西弯 所以也就说 他不能balance他的body了 明白吗 所以走路的时候呢 都是摇摇 可能避倒的 然后从这边呢 我们还有这边 我们的这边景象的这边 对不对 或者这边后面 你不可以打的 不要每次看到 朋友好吗 好 可以吗 你们在日行 我知道常做的东西 OK 这个地方呢 我们称它为 manuala oblongata 所以这个manuala oblongata呢 它是属于control involuntary action 所以什么意思 叫control involuntary action 例如我们的 汉密 就好像 我的心跳 它的加速 所以它都是属于 我们的这个 valula oblongata 在搞怪了 OK 然后第二个 不止汉密 我们的sneezing 就好像 后来间 你感冒 它切入 你的控制了 不能 全部都是 这个地方在搞鬼 然后 peristalsis OK 什么叫peristalsis 知道吗 你的风 chapter 2 还没有chapter 3 风度chapter 3 你有写到 这个东西叫peristalsis 来 我们的男生 知道什么叫peristalsis吗 OK 很好 全部都清醒 证明你们的风度的课写 已经起了 peristalsis 叫常卫武动 也就是说当你吃食物的时候 对不对 你吞食物的过程 你的这个 muscle呢 它会tract和relax 对不对 把你的食物 慢慢的挤压进入你的肺 不是你的肺 你的胃 所以这个呢 就叫peristalsis 肠胃乳工 所以这些 我们不能控制 全部都是由 你的 Magnuilla Ontongata 所以我就讲 当你们真的 跟朋友在玩的时候 你的 这个部分 这个后面部分 不 可以打 为什么呢 可能 分分钟 你会讲 我不小心 我只是跟你玩罢了吗 可是你一弄伤他 他假如 刚好你打到他的Magnuilla Ontongata 他会马上死亡了 ok 因为他其中一个 他是控制他的肺力 ok 假如他一受伤 他会死亡的 所以你们要小心 然后假如你打他的Seroflop呢 他是属于control warrantary action 例如 你的什么Dancing Reading 你所做的一切 看的一切 左脑右脑所做 左看 全部都是他控制 所以假如他受伤的话 你就可能失去 某某一个 能力了 ok 某某一个能力 所以你要知道 所以也就是说 在我们的头脑里面呢 他连接很多很多 神经线 所以变成我们讲 最好不要跟 学生论论完 ok 来我们再来看我们的D面 刚才的Nota 所以在我们的D面里面呢 我们还有一个东西 highlight Periparal Nervous System Periparal Nervous System 所以 Periparal Nervous System 我们有两个东西组成 一个叫Carnian Nerve Carnian Nerve 一个叫Spinal Nerve highlight起来 所以在我们的Carnian Nerve呢 它是Branching from the brain 看到吗 我们的眼球 拥有神经线 就好像我现在看着鲁恩 鲁恩 鲁恩就是一个stimulus 然后它通过我的眼球 这就叫Sensory Organ 对不对 再通过我们的神经线 叫Sensory Nerve 进入我的头脑 然后我会interpret 哇 这个鲁恩很丑 所以当我的头脑一讲 哇 鲁恩很丑的话 怎么办呢 它可能就会Sensory 通过你的Motor Nerve 然后就啊 哎呦 太丑了 马上跑来 对不对 或者 刚好你的头脑 不是讲鲁恩很丑 哇 鲁恩很美 要不要追求它 假如你的头脑一讲 我要追求它的话 它就会Sensory 去你的脚啊 你的手啊 慢慢的想办法 走到鲁恩的面前 然后鲁恩 我可以跟你打电话吗 啊 所以这个就是说 我们的头脑 它在控制 OK 我们要做什么东西了 然后第二个 Spinal Nerve branching from the spinal cord 31 pair of the spinal nerve which connect the spinal cord with the skeletal muscle such as spinal nerve from the spinal cord that connect to the diaphragm OK 所以这些我们都要知道的啦 所以我要你们考试 第一次考试 你们的objective 通常第一题呢 它会问你 what is the branches of the center nervous system center nervous system 我刚才讲是有两个组成 一个叫brain 一个叫spinal cord 然后另外一个 它可能会问你 what is the branches of the periparal nervous system 所以periparal nervous system 有两个组成 一个叫carian nerve 一个叫spinal nerve 所以你要记得这两个东西啦 考试objective 常出题啦 OK 然后在我们的这边呢 我们进入我们的主题啦 OK 第一面 function of the human nervous system OK 为什么我们要有神经线 为什么我们的人类啊 不要把这些神经线拔掉呢 神经线其实会给我们什么好处呢 OK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第一 the main function of the human nervous system is to OK highlight control and coordinate organ or the other part of the body so as to function harmoniously and efficiently at the desired movement OK 然后第二 for example while making a call on the mobile phone the human nervous system control and coordinate organs such as the eye other part of the body such as finger and the head 看到吗 当你要打电话的时候呢 你的眼睛一定会看着电话的号码 你的手呢 会握着听筒 然后after that 你的另外一只手指呢 会去按电话的号码 对不对 所以我们知道 然后假如你要做一个事情的话呢 你的神经线 会给你的头脑 会给你的一部分的手啊 脚啊 来一个 来了一个星序 来做你要做的东西了 ok 所以这些我们都可以看的 然后再来 the human nervous system carry out the function by e detecting stimuli by effector ok highlight detecting stimuli 所以在我们的五官里面呢 我们可以detect一些种类的stimulus 例如什么呢 手 我现在我去摸猫的毛 我会感觉什么 哇这个猫 它的毛滑肉 细肉对吗 当我去 当我去 拿我的手同时去摸你的扫把的话 especially洗水沟的扫把 你会发现它是什么 哇粗漏又尖漏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stimulus 第二个呢 第二个呢 就是说我用眼球所看 因为眼球 所给我的信息也是一个stimulus 或者我用我的鼻子来嗅 哇这个香肉 哇这个臭肉 哇这个臭酸的 对吧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stimulus了 我们要知道的 OK 再来 sending the information in the form of the nerve impulse to the brain and all the spinal cord 所以我们的sensory organ呢 最主要就是要send information 当你的眼睛一看到东西 它就马上把那个东西转换成 性虚的send到你的头脑 然后你的头脑才来interpret 我在做什么了 对吗 然后下一个 interpret the curve impulse by the brain 然后producing the response by the effector 看到吗 当你的头脑呢 它已经想到解决的方法 或者是想到别的东西 它就会通过moto nerve 另外一条神经线来做action OK来做action 例如 什么action呢 就好像 假如 有一天 我们的awome 他无论间他看中了我们的卢恩 他要去签卢恩的话 卢恩假如是接受他 他就会卢恩 就会什么action呢 一起签 当着不知道对不对 然后假如卢恩不接受他的话呢 卢恩的头脑就会讲 老色狼头摸我 所以假如卢恩是一个暴力的话 他就会怎样呢 直接一巴掌打过去 这什么 对吗 假如卢恩是接受他的话 他的头脑就会给他一个信息 yes 我们终于在一起了 甜蜜的感觉 然后他可能他头脑就会 伸起他的嘴巴 在那边偷笑 对吧 所以这个我们都可以看得到的 也就是说 你的头脑 它interplay什么信息 你的moto nerve 也就是说你的moto 就会做出什么样的东西了 对吧 OK 就好像我们的灰山这样 他去跟他的什么 他的什么狗 细狗 再来 下一个 灰山要炸掉我 OK 例如 laly activity mean at the top of the hill 所以你的stimulus 会怎样 当你爬到云顶的时候呢 你会感觉 云顶冷咯 或者你来mlc的时候呢 我把这些窗全部关掉 你会感觉 acord可以关acord吗 冷咯 所以冷就是你的stimulus OK 然后再来 你的response会怎样呢 因为当你的身体 你的头脑讲 哇冷的话 他就会给你怎样 发抖就对 OK 这个就是一个response 然后再来第二个 我们再来看呢 Doorbell ring 当你的Doorbell一响的时候 或者你的电话一响的时候呢 你的stimulus最主要就是说 你听到声音 当你听到声音的时候呢 你就either是跑去开门啊 或者是跑去 你的鞋身上 科学 啊 风起啊 风起啊 风起 风起 今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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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点了 四点半 对 好 可以 不要紧 刚刚 刚开始不久 OK 欢迎光临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啊 所以在我们的这边里面 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就是说 用手机 所以 Sync the image tack the keyboard OK 所以这些我们都要知道 来 我先给你们一点点的lota 然后你们要做 你们就抄一抄啦 因为 有些人可能他们在 上课 有来上课了的 所以他们就会有抄一点点 然后 假如那些刚刚到的 我就 开始给你们了 OK 所以来 我们来一起 OK 所以我们 好 好的 大家没会议 刚刚没有来 所以在这边呢 我今天我要给你们看的东西 是属于什么呢 因为这个 它是关系到神经系统 对不对 现在已经讲到 Stimulus了 所以在我们的Stimulus里面呢 我们要讲什么东西 OK来听一听 第一个 在我们的这边Sensory Organ里面呢 我们通常 我们会有五个Sensory Organ的 OK 我们会有五个Sensory Organ 第一个Sensory Organ 我们会有的是属于什么 就好像 这个是属于我们的会伤 OK 所以在我们的Sensory Organ里面呢 我们会有五个种类 记得 第一个种类 我们称它为爱 眼睛是一个Sensory Organ 为什么呢 我们是要用眼睛来看 对不对 然后眼睛呢 是对光线有刺激性反应 那第二个呢 我们是耳朵 我们的耳朵 我们的耳朵是拿来干嘛的 耳朵一定是拿来听 对吗 所以它是对声音有刺激性反应 然后第三 这条东西叫什么 我们的舌头 我们的舌头呢 它对什么东西有刺激性反应呢 它对我们的chemical input 也就是说 你拿你的舌头 舌头里面有分成 什么 甜啊 土啊 酸啊 这些的知觉啦 也就是说你会感觉 哇这个食物酸咯 这个食物甜咯 这个食物辣咯 所以这些我们都可以看的 所以我们还有什么东西呢 OK I, you, you, you 然后我们还有这个 就是说我们所谓的skin OK 所以skin呢 它给我们的知觉是什么呢 哇,这个物体 柔软咯 哇,这个物体冷咯 哇,这个物体折咯 哇,这个物体轻咯 中咯 所以全部都是under在 我们的skin里面 然后再来 这个我们的 鱼的猪八戒的鼻子 所以这个nose呢 最主要是给你去修 这个物体 这个物体臭肉 这个物体臭肉 所以这些我们都要知道 所以它也是under在 我们的stimulus的里面 OK 我们的stimulus的里面 在等下呢 我们要来慢慢进步这些 然后来放 这个 OK 来 好了吧 我的小姐们 OK 我 都把照片了吗 OK 这个等下我们要来慢慢 学习化的啦 因为今天呢 我会给你们时间慢慢的 进步不同种类的东西 OK 进步不同类的东西 OK 所以来 在我们的这边呢 我们要学习什么东西啊 我们要学习什么东西啊 OK 所以你知道我们会有这些sensory organ 我们也要把它评分成几个种类啦 第一 第一个我们有的是所谓什么 刚才所谓的爱 我们的爱呢最主要是属于什么 sens of the sign啦 也就是说 它是拿来观看的 然后它对什么有刺激性反应呢 也就是说我们的light啦 它对灯光有刺激性反应 然后第二 我们有的是ear 第二呢最主要是拿来做什么 我们的hearing啦 听觉 所以它是对我们的声音sensory 有刺激性反应 OK 第三我们的tuck 所以我们的舌头呢 通常是拿来做什么 拿来taste 也就是说 哇这个物体 烤翅肉 烤翅肉 甜肉 酸肉 苦肉 啊 所以从这边我们要学习了 所以taste 所以它为什么有刺激性反应呢 我们所谓的chemical food 然后下一个呢 我们所谓的dose 所以我们的鼻子呢 通常是拿来做什么呢 拿来修了 这个物体 烤翅肉 臭肉 对吧 啊 所以从那边呢 我们知道为chemical in and ok 然后我们的第五呢 ok 我们的第五呢 除了ear eye note down 到最后呢 我们会有的是 skin 皮肤 ok 所以我们的皮肤呢 最主要是属于什么呢 皮肤是触摸 所以当你皮肤触摸的时候呢 它会给你感觉哇 这物体滑络 或者 冷啊 有不同的receptor 所以这个你们要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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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在这边呢 因为我们知道神经线头脑 所以我们就讲了 ah part way 啊 part way ok stimulus to to response 所以你看啊 每一个物体呢 我们都会讲什么 第一它先通过你的stimulize 也就是说 看啊 修啊 然后才会通过你的sensory organ ok 然后再通过你的哪里呢 你的sensory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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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